本期案子是一起绑架案 不同的是绑架者是一名银行的副行长 这名副行长他邂逅妙龄女子 于是变了番心生荡漾的激情燃烧 可是这燃烧啊 他也总得有个燃烧完的时候啊 即便是发烧吧 还得有结束的时候 这烧还没烧完呢 他呀就烧焦了 我们从头细说啊 刘昭恒原来是郑州市某银行下属的分行的副行长 他从咕噜寡闻的农村娃儿 一步步的爬到了副处级干部 期间的艰辛与努力 那是可向而知的 刘昭恒身材魁武 才智过人 共有四次婚姻 但是最终啊 是失败告终 可能是情商差点啊 那四次离异 让刘昭恒背上了巨大的经济包袱 前两任老婆 与他生的两个儿子啊 就由他抚养了 一天呢 刘昭恒在一次业务招待会上 认识了妙龄女子杨雪娇 这杨雪娇长相出众 精致的五官 又如他的名字一样 梨花带雪 讨花喊笑 这举手投足之间 不失成熟女人的妩媚 在招待会上啊 甚是抢眼 刘昭恒的眼睛不停的 在这位杨小姐身上 是飘来飘去的 那杨雪娇 他当然不是邓贤之辈了 他也注意到了 刘行长那火辣辣的眼神 也就打这之后的 他也主动的打过几个问候电话 给这位官场得意 情场失忆的刘行长 杨雪娇的主动问候 和刘昭恒的垂涎欣赏 促使两个人几个月之后的 便如胶似漆了 那杨雪娇认识了刘昭恒之后 便辞去了他那份 薪水不高的业务员工作 并且让欣赏人出钱 在京一路的服装街 盘下了两间店面 经营服装 自己呢 也搬去刘昭恒的屋子 一起同居了 可是这好景不长啊 正当杨家父母 对这个女儿 这个行长男友 笑得合不拢嘴时 刘昭恒就突然的 被单位里勒令 提前的内退了 原来啊 经济上一直捉襟见肘的他 自从见到杨雪娇之后 就一直是心生荡漾啊 为了能使这个娇美的欣赏人 一心一意的跟着自己 刘昭恒便不惜大把大把的摔钞票 很多钱呢 都是做了手脚的 结果常在河边走 都得被失血 被单位里查出了经济问题 于是领导便勒令他 年底之前 务必办理内退手续 哎呀 刘昭恒这下是傻眼了 万念俱灰 仕途没了 这就意味着经济靠山也没了 而刘昭恒一时间 这惆怅颓废的表情 也让杨雪娇顿时傻了眼 天哪 这可怎么办呢 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 今后 靠你这五百元的内退工资 可怎么火呀 杨雪娇嚎头大哭 让失意落魄的刘昭恒 是更加心烦了 不过他们也不得不面对现实 刘昭恒下岗的第一个月 杨雪娇只好 把他服装店里的营业款往里贴 一连数月 月月如此 慢慢的杨雪娇有些吃不消了 你不能光靠我的生意款度日啊 我整天扶你来余力区的多不容易啊 那不行 你得出去找工作 你学历能力各样都有 不愁找不到一份好工作的 我去找工作 你没搞错吧 我堂堂的行长居然混到了 去找工作糊口了 可笑 你才可笑呢 你以为你还是行长啊 你的梦也该醒醒了 啪的一声 响亮的耳光落在了杨雪娇 那雪白的脸颊上 可是那一刹那的 看着心上人 捂着发红的脸蛋 伤心的大声 咽咽咽 刘昭恒他也后悔了 可是还没等把这杨雪娇哄好呢 第二天一大早了 就有人敲门 刘昭恒打开门之后 哦 是自己的二儿子 站在门口 爸 学校开学 要交学费了 我妈让我来要钱 又是钱 你们不是刚交了钱吗 怎么又要钱呢 刘昭恒皱着眉头 吐出这几句话 可立刻呢 却又遭到儿子的反驳 爸 以前学费都是你出的 你怎么这次这么不情愿呢 你是行长呀 行长不出 难道让当工人的妈妈出啊 这 儿子的话 堵得刘昭恒 哑口无言 但是对于爱面子的刘昭恒来说 宁愿出去借钱 也不能当着儿子的面 说自己下岗了 一个月后的 杨雪娇的服装店 又被别人低价的兼并了 据说啊 是内清人得知刘昭恒下台之后 故意的挤兑他 这下好了 处境一下子变得如此凄惨 杨雪娇也再没有了 以往的跋扈的神器 看着同样落魄的心上人 他委屈的又是婴婴婴 一时间 同病相怜的心酸 充斥着两人世界 可就在有一天呢 正在看警匪片的刘昭恒 突然扭过脸来 对杨雪娇说 哎 我有主意了 咱们可以绑架敲钱 这钱来得快 只要胆大心心 一定没事的 杨雪娇的确的是 被刘昭恒这一袭花给吓住了 可是 当他看着刘昭恒那冷静的表情 平静的语调 竟然产生了一种 像是在听领导做报告的幻觉 但想想 刘昭恒从前的精明概念 木呆呆的杨雪娇 竟然下意识的点了点头 很快的 两个人便有了目标 这个目标早前到杨雪娇的服装店里买过时装 由于出手阔绰 所以杨雪娇啊 她的印象很深 这是一个年薪30万 在室内的一家房产公司任总经理的女人 据说家产不菲 有车有房 更重要的是 她有一个六岁的宝贝儿子 就这样 这对穷疯了的野鸳鸯 开始了长达两个月的跟踪 摸清了女老总 梦新的家庭住址 上班路线 还有儿子的学校 以及她与儿子经常出入的地方 他们发现了 这个女老总 每周六在儿子放学之后 驱车去接 并且会带她到京尾路的麦当劳 吃快餐 之后的 就会把儿子送到离家近的一条小路 然后放下 自己则驱车返回公司继续工作 而这 就被刘昭恒认为了 这是最佳的下手时机了 这一天 天黑的特别早 女老总又在老地方 就让离着自己家的门洞不远的地方 把孩子给放下了 自己则驱车掉头 就忙去了 也就当这个小男孩 刚走进自家楼洞的那一刹那的 就被一辆狂死而来的白色面貌车 卷入了车内 一个小时之后的 刘昭二人把小孩又带到了 他们在牡丹路新租的房子里 这里属于城乡结合部 偏僻安静 当把小孩的眼罩摘下来的时候 刘昭恒定了定神 而后又假装温柔的说 小朋友 你别害怕 叔叔一会儿送你回家 来 你告诉叔叔 你喜欢喝什么饮料 绿茶 还是可乐呀 你是谁 你为什么带我来这里呀 这个小男孩并没有表现出恐惧 实话告诉你啊 你妈妈欠我一百万元钱 一直还没有还呢 如果你能让妈妈还钱 我就立刻打放你回家 真的 当然了 来来来 我现在就拨通你妈妈的电话 然后你对她讲 哦 电话通了 来来来 快说 妈妈 你快点把人家的钱还了吧 不然我就回不了家了 小男孩啊 看着外边越来越黑的夜幕 拿着听筒说着说着 便大声的哭了起来 而就在她时呢 刘昭恒则快速的夺过了话筒 其实 他给小男孩的电话 是一个录音机 这个诡计多端的刘昭恒 把小男孩的话录成了音 以便日后和孟欣多次的去交涉 看着小男孩哭了 杨雪交集忙上前哄他 乖 别哭哈 阿姨带你看电视好吗 来 你告诉阿姨 你叫什么名字呀 可是任凭他们二人怎么哄 小男孩就是哭着要回家 哭着要妈妈 这哭声也是越来越大 一时间 把刘昭恒记坏了 哎呀 叔叔给你变个魔术怎么样 哎就这样呢 刘昭恒拿出扑克牌 围棋 瞪小玩意儿 变了几个漂亮的魔术 这才把小男孩给哄住了 按照刘昭恒的计划 要到孩子失踪二十个小时以后 才给孩子的妈妈梦馨打电话 如果现在打 不一定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 于是 他就把小男孩带到了另外一个房间 打开电视 又拿出很多零食给他 有一句没一句的和他聊起天来 小朋友 你妈妈还在开会吗 你在叔叔这里看会电视啊 一会儿他就来接你了 来 告诉叔叔 你叫什么名字呀 明明 小男孩眼睛 盯着电视里的动画片 他头也没回的就达到 你今年几岁了 六岁半 小男孩扭过头回答 那你再看看 这位阿姨几年多大了呀 此时的 小男孩牛脸 看了看坐在床边的杨雪娇说 应该 二十七八岁吧 好 那你再看看叔叔多大年纪啊 你呀 年龄应该比阿姨大 大概 四十多岁吧 哎呀 小男孩的这两句话 回答的颇显成熟 一改刚才哭闹时的幼稚 殊不知的 这句话就像是重锤一样 在刘昭恒的心里 产生了不小的震撼 因为呢 凡是熟悉刘昭恒的人 都说他年轻 看起来不像是四十出头的人 最多啊 也就是二十七八岁 可是这个六岁的小男孩 竟然说出了自己的准确年龄 这实在是太聪明了吧 原本想敲诈点钱 就放走人质的刘昭恒呢 此时就突然的改变了想法 接着他又迅速的把杨雪焦 叫到了另外一间房间 关上了门之后 压低嗓门 小声的说道 哎 这个孩子也太聪明了 留着他 我们日后肯定要有后患的 反正刚才我已经录音了 不如 刘昭恒做了一个杀的动作 杨雪焦只是定定的看着刘昭恒 然后竟然就木讷的点了点头 哎 这个孩子也太聪明了 留着他 我们日后肯定要有后患的 反正刚才我已经录音了 不如 刘昭恒做了一个杀的动作 杨雪焦只是定定的看着刘昭恒 然后竟然就木讷的点了点头 接着 当二人重新的走回刚才的房间时 刘昭恒则趁着小男孩 在居精会神的看着动画片的时候 用一根麻绳死死的勒住了小男孩的脖子 杨雪焦则在一旁 用一条撒过乙迷的毛巾捂住了小男孩的嘴巴 仅仅五分钟后啊 这个叫许浩然的六岁小男孩 他没有一丝身影 便离开了他还依恋的人事 刘昭恒在确定人质死亡之后的 便吩咐杨雪焦一起碎尸 可此时的杨雪焦 他哪里见过这等仗事啊 早就吓得花容失色了 手脚根本就不听使唤 刘昭恒气得则大骂 女人果然是女人 什么事也办不成 于是 接下来的碎尸过程 刘昭恒指得独自抱怨了 从当行长 到失忆落马 再到策划绑架 再到碎尸 刘昭恒呢 他似乎从未乱过阵脚 他显示出了超乎寻常的心理素质 杨雪焦他搞不明白 这心上人为何如此镇定啊 可刘昭恒抬眼 妄想惊慌失措的杨雪焦 一字一句的说 我干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你 我们拿到钱之后 就远走高飞 接着刘昭二人又用了一整夜的时间 把屋子里清洗完毕 随后二人又决定了 先把尸体处理完了 再去找孟欣要钱 12月31日 拎着两个黑色塑料袋的刘昭二人 便乘车 到了杨雪焦的舅舅家 行阳 这里四面都是荒郊野岭的 茫茫黄土 那是最适合掩埋尸体了 于是两个人又是忙活了一个晚上 总算是把支离破碎的尸骨撒遍了方圆进尸多里的野岭 2004年元月一日 是新年的第一天 各家各户都是喜气洋洋 可是女老总孟欣的家里 却到处的笼罩着焦灼与烦躁 这个家从30号晚上就不再宁静了 这一天上午10点多 孟欣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 喂 孟老板 你好啊 你儿子在我手上 别担心啊 他很安全 只要你拿出一百万 你儿子自然会回到你手上的 随后就传来了儿子徐浩然焦急的呼喊 妈妈 你快点把人家的钱还了吧 不然我就回不了家了 还没等孟欣反应过来呢 这电话就挂断了 家里的亲属一下子就围了过来 七嘴八舌的说啊 哎呀这浩浩被绑架了 这是哪里电话呀 他怎么说呀 要多少钱呢 不行咱们就给他们吧 救孩子要紧 再说刘昭恒这边 他阅历丰富 具有一定的反侦查意识 他在这之前就办好了一张假身份证 随后呢 又买了一张新证的手机卡与银行卡 这名字也摇身一变 变成了万富财 所以呢 当孟欣通过显示的手机号码 试图查找线索的时候 这个号码根本就不能透露 刘昭恒本人的任何信息的 可就在十分钟后的 孟欣的手机第二次响起来 接着又传来了绑匪的声音 喂考虑好了没有啊 你儿子的命啊 可就在你手上了 考虑好了 大哥请您高抬贵手 一百万一十我很难凑齐的 你看能不能少一些啊 我先付五十万怎么样啊 孟欣的声音听起来悲伤而发颤 少来了你 你那么有钱还拿不出一百万呢 你不要再说了 八十万放人 一个小时之后 你把钱打进指定的账号吧 绑匪再次挂断电话 怎么办呢 此时啊 已经乱了阵脚的孟欣哭出了声 屋里的亲属们也是面面相聚 大家纷纷感觉 这绑匪太狡猾了 万一有个闪失 那怎么办呢 那还是报案吧 上午十一点四十五分的 河南郑州金水公安分局 两名刑警人员化妆成便衣 拎着火速筹来的 五十五万元的巨款 协同孟欣一道 来到了八一路的一家交通银行 十一点五十二分 五十五万资金全部的 都打入了绑匪指定的账户 孟欣迅速撤离 两名公安人员则潜伏在银行附近 监控事态的发展 同时呢 孟欣用手机发短信 告诉绑匪 这钱款呢 已经办妥了 但是并未得到任何回复 可是一直到傍晚 室内的各大交行 都未发现有可疑人员 来去斗钱款 哎 这怎么回事啊 没有办法 警方又继续的监控了一夜 仍未发现绑匪现身 而另一方 根据绑匪显示的手机号码 警方又摸查到了 曾经有一个郑州口音的中年男子 在12月22日晚上 在新政办理过一张假身份证 可是经过多方查找 线索又断了 元月2日上午8点 银行方面传来消息 说账号中的55万巨款 被人在自动取款机上提走了5万 提款地点分别是洛阳与西安 时间分别是凌晨4点10分与5点30分 因此警方初步断定 绑匪为两个人 并且做事也是谨小慎微的 狡猾异常 而这边 刘昭恒与杨雪娇 踢到钱之后的 迅速的按照原计划 在山东微海会合了 一连两天相案无事 心话怒放的两个人 是着实的潇洒了一番 洗温泉 住酒店 又尝遍了海鲜美味 双双的又一起迷醉凉宵 特别是杨雪娇 当看到提包里 这么多现金的时候 眼睛里的兴奋 一于眼表 一扫连日来的紧张 而刘昭恒 此时则是恰到好处的 大献殷勤 先是给杨雪娇 买了一枚1.8万元的 香港钻戒 随后又买了一部 价值6500元的手机 送给他 并且兴事淡淡的宣称 等我们一到日本 就举行一个漂亮的婚礼 这点钱算什么呀 让你开眼界的大票子 还在后边呢 是吗 那我今生 真是跟对人了 躺在刘昭恒怀里了 杨雪娇 双目寒情 笑夜如花 元月六日 刘昭恒先是去找了自己以前业务上的一个要好的伙伴 要求对方帮他搞两张去日本的护照 一切搞定之后了 他又给孟欣打了一个电话 口气依然是啄啄逼人 你堂堂老总怎么说话不算数啊 咱们讲好的80万 怎么少了这么多 还有 你为什么带警察来现场 告诉你 赶快把款给补齐了 不然 你永远见不到你儿子了 接着 又传来小男孩 那凄惨的哭声 而此时的 已经乱了阵脚的孟欣 他根本就不知道 这是城府极深的刘昭恒在炸牌呢 他的目的很简单 他就是为自己此后取款 扫清障碍 害怕撕票的孟欣 果然中计了 又乖乖的往账户里边打了十万块钱 但是警方的监控却一直没有停止 从警方在异地取款机上获得的监控录像看 此人拥有1米75左右的身高 戴面具 并且能够非常熟练的操作POSE机 整个取款过程仅仅用了3分17秒 而且非常熟知 夜间取款录像设施并不完善 因为这个照明灯关闭 仅有电脑迎屏的微弱的光线 所以该录像画面浑浊模糊 因此警方进一步确定了 这犯罪分子头脑缜密 并且高智商 非常狡猾 并且还非常熟悉银行系统的业务操作 范围一直在组件的缩小着 同时一场声势浩大的搜捕行动 也在全市的范围内悄悄的展开了 元月 十日 银行方面再次传来消息 说该账户内现金在郑州又被去抖两万 接着 十一日凌晨 在新乡取款机上的账户内的现金 又被取走三万元 警方一直是按兵不动 等待绑匪再次现身 可是这情况就突然发生了逆转 一连四天 取款机内的现金分文未少 西安 洛阳 郑州 新乡 都未发现可疑取款人 这绑匪竟然与警察玩起了捉迷藏 突然间就不露面了 让警方迷惑不解的是 绑匪为什么每次总是取那么少的钱 他是在等什么吗 还是另有什么企图 其实老谋深算的刘昭恒 他的确是在等日本护照的消息 还有另外一方面 就是这些散落在好几个地方取出来的现金号码 不能连在一起 消费起来好出手 带着夜间一架子取走那么多钱 这取款时间肯定会拖长的 那这样的话就很容易暴露目标 从而引起别人的怀疑 刘昭恒自认为 这一切做的是天衣无缝 殊不知啊 他的死期已经悄悄的来临了 十四日 新乡方面的刑侦人员 在一家银行附近发现了可疑身影 二十分钟后 果然得到准确情报 这账号内的现金又少了两万 哎 目标已经出现了 咱们就守住戴兔 又到了十五日凌晨十分 正在一取款机旁边敲键盘的刘昭恒突然发现 不远处有几个零星的身影不停的闪现 不好 做得心虚的他立刻高度警觉起来 大约三四分钟后 以快步走到一条蔬菜小街内的刘昭恒 突然从身上掏出一把剪刀 把身上的银行卡假身份证 还有手机卡全部的都减碎给毁坏了 然后又把他们扔到了身边那杂乱的草丛中 十五日傍晚 已经逃回郑州居住地的刘昭恒 与杨雪娇正准备连夜出逃呢 可谁知他们还未动身 就被带上了冰凉的手口 原来的警方早就怀疑到了 曾经在银行工作后被勒令内退的刘昭恒 一支暗访队伍与一支刑侦队伍 在十五日晚上六点四十五分 几乎同时锁定了他这个绑匪一凶 在被审讯的时候 刘昭恒依然是狡猾抵赖 你们凭什么怀疑是我呀 我做哪些违法的事了 你们快放我出去 由于重要的证据 银行卡假身份证 还有手机卡碎片没有找到 一时之间刘昭恒是更加的肆虐猖狂 但是杨雪娇在强大的心理攻势之下 终于是露出了破绽 后警方根据他的口供 在行阳的荒郊野岭 发现了数块孩童的尸骨 但是由于这里经常有狼狗出没 尸骨上的肌肉与组织 已经是被禽兽给吃光了 但是警方仅靠其中一颗牙骨 确定死者就是六龄的许浩然 最终呢 面对孩童的尸骨 狡猾狂傲的刘昭恒 终于是低下了他那罪恶的头颅 据刘昭恒交代了 他的确的是看中了杨雪娇的年轻貌美 以他这个年纪已经离过四次婚了 拖着两个儿子最后又下岗 能有这么温柔体贴的女人陪伴后生 也算是很知足了 可是杨雪娇他就很爱钱 漂亮的女人都爱钱 这一点这杨昭恒他心里很明白 这是杨昭恒说的 为了不让红颜美人龙颜大怒 不是凤颜大怒 拂袖而去 这刘昭恒指的上紧发条 听而走险了 可此时的杨雪娇 却是满肚子委屈啊 他哭着对警方说 我可没有让他去绑架私票啊 从头到尾都是他在指挥 我就像是一个木偶一样被他掏纵的 早就没有了主张 我表姐的孩子 就是和那个小孩差不多大的 碎尸的时候我根本也不敢看 哎呀那个小孩真可怜 我觉得自己真傻呀 怎么会和这种人做恋人呢 不知道杨雪娇这肝肠寸断的回语 让爱他至深念他发狂的刘昭恒 听到会是什么滋味啊 看来这红颜祸水的典故 只能由刘昭恒在另外一个事件来品味了吧 最终的刘昭恒被金水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判处死刑 立即执行杨雪娇被判处 无期徒刑 好 奔案完 咱们下期再见